皇后娘娘 清凌宫 请 静哲 里边请 客气了 奇怪 怎么都没有人 欢迎我 赶紧进去 世子 里边请 表哥客气 客气 鹿儿 忍一时之气 今日千万压着性子 这极好吃 我要给顺子带个腿回去 恒儿 不得无礼 无妨无妨 今日是家宴 不必拘礼 洛儿 你不是有话要对靖廷宫说吗 表叔请饮酒 不必客气 我自己来 有了二皇子 晚辈敬酒 那长辈便瘦着 表叔 前几日是落儿不好 还请表叔多多包涵 表哥这话说得有点模棱两可了 前几日怎么了 爹爹要包涵什么 关你什么事 你给我闭嘴 陛下可都说了 不必拘礼 那花花不明白 想知道 那多问一句怎么了 是吧 陛下 你们二人呀 从小一起长大 就从未进过一时 现在都是大人了 竟然还是这般孩子气 皇后教训的是 表哥呀 若是能早日长大 不这么幼稚 花花 定能与表哥好好相处 陆儿 还不快为你表妹针酒 约法三章你忘了吗 表妹 赢酒 赢酒赢酒 仗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受二表哥关照呢 表妹 你可要慢慢喝 二弟与花花能够近视前仙 如此甚好啊 你们二人日后 也定要如此和睦才是啊 太子表哥 你认真的 自然认真的呀 好了好了 小孩子之间 打打闹闹的 过去就算了 都不碍事啊 不要挂在心上 如今 灾情得以缓解 这得多亏 为你们班家捐款赈灾 朕身体危殃便以茶代酒 替天下灾民 谢谢你们班家 微臣只是做了一些 常人都能做的事 臣谢过陛下 你是没有看见 讲了那张臭脸 什么 敬庭功勤 班郡主勤 二皇子此次 受了如此之大的委屈 心里定是不会过去的 花花日后 还是要谨慎心事为好 我才不怕她呢 只要皇上在 她能把我怎么样 更何况 还有我的脑子 再加上 伯爷的脑子 怕她干什么 花花此番 确实出人意料 即使惩治了罪魁祸首 却也不算太出壳 她若再找麻烦的话 那伯爷 你就再陪我演一出戏 再气她一次 如何 既然花花夸如某演得不错 那花花该如何卸我呀 我不是亲自诉你回来了吗 这已经算卸礼了 不够 一肚子坏水 你可是君子 君子不能这么坏的 在下与花花日日相伴 自然就习得了一些 郡主的风格 你什么意思 拐着玩骂我是不是 在下是宽啊 宽花花竟如此聪明 八角楼骗了个团团转 这还差不多 伯爷 你若是骗我的话 以你的脑子 我可能永远都会被蒙在鼓里 永远都猜不通 永远总是有千番谋略 在花花面前 亦只剩一颗痴疹之心而已 真的 这辈子都不会骗我 永生不会 公子 我我待会儿再来吧 公子